4月23日 重庆警方召开中外记者会 称近期侦破郭文贵与陈志玉、陈志恒兄弟联手伪造公文案 中共称郭文贵只是来自广东东莞的男生兄弟陈志玉、陈志恒 伪造了30多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委民意印发的公文 作为其爆料的主要类似 在境外公开散布 甚至想制造通中门事件 要威胁美国总统川普 给予郭文贵政治庇护 在记者会上警方还公布了郭文贵与陈志弟兄的通话录音 和陈志弟兄交代其犯罪过程的视频 次郭文贵通过视频发布声明并予以了回应 他称重庆警方公布的音频是经过剪接的 陈志弟兄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的家人 在新加坡因交易肖建华的全部赚中被绑架回国 郭文贵在其自媒体上公布了他与陈志弟兄陈志玉的通话录音 重庆警方记者会也引来了一些网友的议论 有赞成者认为郭文贵杀谎诚信 上述文件被郭文贵公开后 已经被网友从多方面证明是虚假的 重庆警方的记者会揭开了郭文贵的造假全过程 反对者认为重庆警方公布的音频是经过剪接的 讲诚实弟兄电视论罪是未审先判 是对当事人人权和真言的侵犯 针对这一事件以及郭文贵现象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重庆警方应该尽快公布完整视频 以电视论罪的方式 强迫当事人自证其罪是应该予以谴责的 重庆警方的做法也是愚蠢的 其非法行为起到了相反的注意 因为郭文贵去年在华盛顿记者会上 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2017年度秘密针派何建峰等27名 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执行工作方案的批复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调整 针对特大犯罪嫌疑人 郭文贵宣传工作策略的批复 以及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 今年1月2号曝光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我国与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就进一步深化解决 该国核问题开展沟通协调工作的决定文件 早已被网友从多方面认定为虚假文件 但郭文贵称他提供的文件 是经过美国FBI认证的观点 显示谎言 因为FBI就从来没有这类服务 当然这一事件对郭文贵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是严重的 如果中共向美国警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 郭文贵提供的绝密文件来自城市弟兄的伪造 郭文贵可能被美方抛弃 拒绝给其政治庇护 如重庆警方所称 发现大量郭文贵向个别美国议员和前政府官员提供政治献金等情况 被美国执法部门调查确认 郭文贵很可能因严重违法而被刑事调查甚至监禁 郭文贵爆料时间已历史一年多 从风光无限气势如虹 到今天的江河日下穷头没路 郭曾经的战友纷纷与他决裂反目 即使鼓吹郭文贵的始作俑者 也难逃被郭辱骂的结局 在郭文贵事件即将落幕之际 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郭文贵事件 可以说郭选择十九大前爆料的时机还是不错的 当初郭文贵下了一盘很大的起 但下成今天这样的始局不仅令人唏嘘 除了郭偏狭的性格低劣的人品 肤浅的文化内行外 相互矛盾的郭七条 使其主张缺乏正义性和感召力 郭文贵不具备一个政治领袖的人格魅力 政治智慧和政治格局 一郭文贵事件的本质是什么 何欣连老师认为2017年3月至9月 郭氏推特革命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渔人节 有各怀目的主动参与制造渔人节目的 有甘愿被渔的 还有治愈非要逼着别人跟着一道渔的 中国专制社会禁止民众参与政治 因此一旦有了参与的机会 那种爆发式的群众狂乐 会在瞬间诱发参与者的权力幻觉 让他们在各自阵营 有千百万同志的感觉中 觉得自身强大物比 敢于践踏一切 这种权力幻觉 在湖南农民运动中产生痞质运动 在文革中则是红卫兵运动 李伟东先生认为 这种对胡言乱语的相信和启哄 对于打击中共没有任何作用 制造不了任何混乱和失利 相反 郭卫兵们来势汹汹 压制了真正有效和冷静的民主革命思维和策略 渔民从来抵御不了极权 甚至从来都是极权的帮凶 一句话 郭文贵事件 就是中国流氓运动和匹治文化的再现 与民主自由法治没有关系 二 为什么不能造谣 胡平先生认为 如果某个主动造出来的谣言 已经被否证 而众多反对派朋友仍然立体 那只会使反对派的信誉度大打折磕 于是就形成了狼来了的效益 以后你揭露了真相 别人也不信 这就是为什么说诚实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 再说中共那么坏 揭露真相就足够了 哪里还需要编造谎言 鼓励撒谎就是打击诚信 就会在反对派阵营造成劣币驱逐两币 说真话一直是反对共产党专制的人们 基本原则 很多先驱就是坚持说真话 而走上反共之路的 从索尔伦尼琴到哈维尔 哪个不是坚持说真话 至于说兵不厌诈 那是指相当特殊的问题 作为原则和口号 说真话 这一条是必须坚持的 韦斯先生说 我一再强调 做人比政治立场重要 更比口号重要 人格缺陷 无论在哪个阵营都会出卖良知 而人格最缺陷者 会当面说一套 背后做相反的事情 雪莉女士说 我一向认为 人品远重于政治观点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我可以谅解政治观点的不同 但无法容忍 人品的龌龊 反共不等于站到了道德的制高地 也不等于政治正确 我们反共是因为中共 所谓有备公理正义 我们反对一切针对自由 和美好人性的威胁 反共并非终极目的 何况郭文贵并不反共 三 为什么不能不择手段 刘水先生认为 在一个专制社会 当理性和平 不能推动制度转变 人们本能的会去相信流氓 对抗强权的强大力量 但以流氓对抗流氓 其结果必然是走到 民族转型的反面 社会野蛮化 和诞生新的独裁者 腾彪先生认为 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恰恰是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成者为王 败者扣 谋视中共哲学 极权主义原则相通的 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 中共专制力量 若认资金 技术 组织性能数 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 但在道义力量 合法性 公信力方面 中共则是先天不足 如果郭文贵这种撒谎诚信 恶行累累的罪犯小丑都要去支持 如果违背基本的民主精神 去配合小独裁者造神 如果一切流氓手段 邪恶方法都去采用 那么民间道义力量和公信力 将被迅速消耗 还剩下什么 去挑战强大的专制 四 为什么郭文贵打不垮博训 郭文贵爆料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打垮博训 为了这一目的 他大型造谣诽谤之人士 甚至狂妄限时48小时 最后通牒 接管博训 但结果如何呢 今天博训依然存在 依然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而呐喊 郭文贵的诽谤 尽管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朋友误解博训 指责博训 博训的确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但大量支持博训的朋友们 与我们坚定的站在一起 因为我们相信 阳光可以驱逐黑暗 谎言可以欺骗一时 不能欺骗一世 博训堂堂正正 博训没有收取任何三贴费和黑心钱 博训的确至今实力有限 但博训能 可以为了事业 外出兼职打工 补贴博训 这是郭文贵永远不理解的 因为他不懂得什么是理想 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8年经历风雨的博训 前面的道路 具定是艰难的 但博训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直顾风雨兼着 郭文贵分裂了海外民运吗 有人认为郭文贵事件唯一的成果 就是帮中共分裂了海外民运 我认为未必 因为海外民运并不是温室的花朵和巨鹰 它恰巧是生长在雪山高原上的雪莲 郭文贵事件是海外民运大浪逃杀 李伟东先生认为 海外民运在此次郭事件中 整体失算 失态 失尊和失败 海外民运多年来 理论成就 政治刚领缺失 目标模糊 成立于宫廷内斗的猜谜和参与 用阴谋论猜度对手和内斗 奉行机会主义和厚黑哲学 面对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 中国将迎来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和民主运动高潮 海外民运应当担当历史的重任 第一 海外民运应该有新思维 由现在松散的民运模式 向集中的民运模式转变 针对中共内政外交政策和事件 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 研究制定中国转型 所设计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方案 第二 海外民运应有新战略 由现在消极等待 变为积极进取战略 第三 海外民运应有新组织 第四 海外民运应有新行动 由等待破局者向领导参与破局转变 积极参与国内民主运动的组织策划 在国内发展民主力量组织民主运动 郭文贵是中共集权体制中生长出来的恶之花 郭文贵事件随着时光的流逝 将会被人们遗忘 经历了郭文贵事件的风雨 我们应该深刻反省 为我们浪费的时间热气 为我们曾经误解伤害过的人和机构忏悔 像鹰一样重生 投身于宪政民主事业 为我们苦难的民族不再苦难 为我们的后代有一张属于他们自己的选票 别了 郭文贵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